這個字典真的 其實就直接可以把這個json的資料有沒有 直接就轉成字典 我是覺得Python在這部分真的相對是比較直接 如果說假設你是Excel裡面的那個VBA的話 就沒那麼方便了 我覺得沒那麼快 直接可以像Python裡面就是利用什麼 叫json.rows 就可以直接把網路上面這些字典直接轉成字典 那我們只要知道說我的key在哪裡 我就把那個資料抓過來 可是抓過來之後的話 它基本上得到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串列 這個串列部分的話 它裡面有一千個recourse 然後我希望能夠把這些一個一個把它解析出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它是一個什麼 一個中瓜阿虎 所以理論上中瓜阿虎 你可以想到它就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這邊的話 假設我就給它一個叫list 比如說我今天假如要把這個list把它取得的話 那我就list1好了 list1的話其實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就是這個recourse裡面的所有內容 那當然如果我假設我希望一個一個把它拿出來取出來的話 那前面我們有講過嘛 串列一定要配合回圈 所以我在底下寫一個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串列嘛 然後從0到哪裡呢 len 然後瓜阿虎 這個好像前面都寫過嘛 都一樣 把這個串列 就是總數直接一個一個解析 所以它一個一個解析出來的話 那就會是一個一個字典 有沒有就是類似像這樣打開來 它裡面就是一個大瓜糊 那我要大瓜糊的values部分 有沒有 所以我在從字典裡面取得value就好了 所以我們再來怎麼樣 我先把它print出來 我先確認一件事 我把它取出來的資料有沒有 是不是list1 中瓜糊i ok 那這樣print出來的話 應該就一個個中瓜糊 一個大瓜糊 有沒有有沒有發現 它就是一個一個在大瓜糊 它就是把它們分別取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 那可是問題 你說老師我不要這個前面的東西 前面東西key我不要的話 那其實接下來你開給他 你還可以再 再把這個後面的部分再加一個方法 叫點values 我剛剛講的values有沒有 記得加個小瓜糊 它的方法名稱 記得這個應該剛剛有提到 在這個表格裡面有沒有 小瓜糊一定要加 ok 常漏掉這個小瓜糊結果不對 ok 它是一個方法 所以一定要加個小瓜糊 那你會發現它得到的就是什麼 得到的是後面的東西的 執行 有沒有發現 它得到的就是松山 有沒有 就是沒有前面的key 只有後面的value 有沒有 它每一個側站的名稱 然後哪個縣市 pm 然後什麼時間 然後什麼單位 有沒有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有點怪怪的 它這個前面多一個小瓜糊叫DICT DICT就是字典 底線values 意思是什麼 它的形態是字典的values 那你說老師那字典的values 跟串列一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所以你最後還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它轉成串列 所以如果你要轉成串列 我們前面再加在上面再加一行 再產生一個list2 那這個list2等於什麼呢 就是再加一個list 小瓜糊 如果你要把它轉成這個串列的話呢 那記得用list小瓜糊 那把什麼呢 把這個資料呢 把它放進去 意思是說 幫我把這些資料喔 不要用那個字典的values呈現喔 而是把它轉換成 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那個list 轉換成標準的串列 OK 然後呢最後我再把那個list2 給print了出來 如果有的話呢 那表示應該就是你們習慣的 就之前我們習慣的那個串列 執行看看 OK 有沒有 中瓜糊 中瓜糊 有沒有 那裡面的話分別就是放 它哪個策帳 然後哪一個限式 pn多數尺 然後它的這個時間 五個欄位 那如果你說老師那可是我如果想要把它存成csv 該怎麼做呢 csv的話基本上就是中間加豆點嘛 然後上面的藍位名稱嘛 所以基本上喔 我們可以先上面加一個藍位 所以呢我可以在這個上方 後迴旋的上面加一個變數叫s好了 s等於空的 或者s等於它的藍位名稱 那因為這個藍位名稱很長啦 所以我直接拿那個我已經做好的 在這邊OK 在二十八頁這裡有沒有 s等於它的什麼呢 藍位名稱 我用中文啦 總共有 策在名稱 限式pn2.5 建置日期單位 最後記得喔 加一個換行 OK 所以我就把這個s後面 先 加上一個藍位名稱 OK 然後呢 再把 剛剛的這個串列裡面的東西 分別怎麼樣 再把它放到這個s的下方 最後存成csb 這樣就可以存檔成功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這個地方 這個有點小複雜 不過這一段層次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28頁喔 就是這邊喔 右邊的地方 我剛剛打的層次一模一樣都在這裡 OK 那其實 左邊是給你看說 為什麼要特別針對那個recourse 因為我只要知道key 後面的東西 我就可以把它分別抓出來 OK 畫面在還給各位續一下 那如果已經把它轉成串列了 那其他後面應該就 是我們之前熟悉的樣子 那這裡的話其實 跟那個csb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做一個字典的型態 字典型態喔 其實我們主要是利用字典的兩個重要的方法 一個是叫.get 所以這位置喔 以後 你就先用genedit 看到你要的key在哪裡 你就把它get 把那個key裡面知道先get到了 再利用.values 小瓜糊有沒有 再把它key後面的資料 全部抓回來轉成串列 我的習慣是這樣 OK 然後藍個名稱你直接加上去就好了 這樣你就可以不用去管 那個什麼key value了 不然那個大瓜糊 很多人光頭看到就頭暈了 那其實我們是把它直接轉成串列 串列大家如果之前熟悉的話 你馬上就可以進入狀況 比如說你要存csb的話 其實我們剛剛就是可以先加它的藍位名稱 然後底下的部分的話 我們再把它串 串的話s等於s s字體本身 再加上什麼 後面其實我是建議你可以用f f的話裡面就是 因為我中間要加豆點嘛 所以你就是第一個 資料第二個 總共應該有五個藍位嘛 所以你就給五個大瓜糊 然後尾巴加反斜線n 然後就分別把什麼 把第一個資料放進 第一個資料其實是歷十二 因為已經切開了嘛 所以歷十二裡面第一個的話 那就是中瓜糊 裡面的0比較好的 後面的話就是分別 歷十二裡面的 這個應該是 再把它改成1 1234 等於就是說 它裡面的資料的第幾個 有沒有 就分別這樣 這樣就OK了 分別把它改一下 01234 有沒有 它現在分別怎麼樣 其實這個就是把 這邊的資料 0123 然後中間加什麼 加豆點 所以這個中間我都有加豆點 因為CSV的話一定有豆點 最後再把這個S怎麼樣 把它寫到那個CSV嘛 所以寫到CSV 我們前面有講過 有那三行嘛 F等於open 所以我就開一個檔 就是那三行 那三行應該大家應該不陌生 這三行 就是我開一個檔案給它 那我把它存在C冒號斜線 斜線的temp好了 temp底下好了 OK 然後我前面加個小R 然後再把我這個S嘛 因為S有藍文名稱 然後也有它裡面的資料 然後就把它存進去之後 那我的CSV就完成了 OK 所以這個存成CSV 其實工程也有點厚大 一直在轉換 不過呢 這件事本來非常複雜的 光Jason那個格式 光看這個頭文 所以我是建議你不用管 我是建議你直接貼到generate 然後找到key之後 再利用get就可以了 拿一個字典裡面的get那個key 這樣就OK了 序一下